日月潭是邵族族人的传统领域 但受限于现在的法规 让邵族长期以来很难在日月潭这片水域自由的发展 因此南投限于十乡公所 透过于明慧的补助并由封角大学执行 在一大少地区办理部落产业升级日月浮宇文化岛的计划 培训邵族族人成为SUP历史华奖的教练 那本次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应体的部分 是针对我们足路市级的这个建制 那软体的部分就是我们人才培育的部分 包含美食还有我们的这个油城 还有我们的水域发展 那今天共同在这边办理我们的发表会 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一次的成果做展现之外 也让未来更多的游客知道 我们日月潭历史文化背景 以及我们邵族文化的发展 将油城带入邵族文化故事 以及将日月潭的美景来做推广 做一个圆满的结合 除了这个产业发展之外 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到我们日月潭邵族文化的发展 在这次的培训中 共有五位邵族族人成为专业的SUP教练 并在成果发表会上颁发证照给捷训的邵族青年 未来他们就可以带领游客 从日月潭水域来了解更多邵族文化故事 那这个计划其实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油城发展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于办手礼的部分 那今天的这个成果发表会 是属于人才培育的部分 对那人才培育主要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少族族人 他们有一些技能上面的发展 那他们以后会来家乡工作 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技能 可以发展原住民他们的产业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部分 那尤其是我们今天在现场上面的SUP 那其实SUP的教练证照考取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少族以后 整个在日月潭很漂亮的湖畔上面 然后他们可以带领游客有不同的体验 然后透过湖上然后来看岸上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思维跟不同的体验 那大家都会觉得日月潭哇原来可以这么美 而日月潭是少族族人的传统领域 因此透过这样的计划能够有效培育 少族族人在水上运动以及传统文化的专业技巧 进来带动地方的观光 那这个计划最主要就是要提升 我们整个日月潭部落里面的一个少族部落 然后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 然后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人才培育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其实是从我们5月开始 然后一直会到年底 对一直到12月底这样的一个计划期间 那我们这个计划总共课程 其实除了今天的水域之外 还有一些游城的开发 然后游城开发的课程 然后相关的辅导 还有他们一些少族的文化 饮食文化的发展 那如何去做后续办手礼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是可以让族人可以跟的 日月潭的一个观光的特色跟景点 去做一个产业的发展 透过这项计划 希望让少族族人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利用日月潭水域来作为发展 也希望为日月潭的水域与文化观光 带来地方创生的新契机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道